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較早之前 關愛基金就決定了 要向低收入的新移民 派發一萬元港幣的現金津貼 在昨天開始 合資格的人士就可以前往17家中國銀行分行的書遞交表格 但是 在昨天有不少的新移民 對於這個派錢的安排 仍然在嚴三嚴四 甚至乎伸到薯葉都下 反正就說到自己 是慘過梁天來 苦過金葉谷 在網上那些網民 當然就是怨聲在道 派錢給你還在那裡 那究竟這班新移民在那裡伸什麼呢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香港電台的報導 就說 有一名來港五年的竹小姐 說自己一家三口都住在深水埗 要靠中緩生活 收到這一筆東西之後 他就打算給自己的兒子 去報讀英文補習班 以及 供養在大陸讀大學的女兒 他又批評特區政府對於新來港人士的支援來得太遲 申請手續又非常複雜 另外根據東方日報的報導又怎麼說呢 有一位 來港定居大約四年 八十歲的關生就說 家裡只是靠任職清潔工的老婆支撐 月薪大概是港幣一萬元 他說扣除屋租等雜費之後 每個月 得到約6千元港幣 他就說會儲蓄這一筆津貼 以備不時之需 他批評 這個一萬元計劃 要求申請人填寫大量文件 對於長者而言 有一定困難 他還說特區政府不應該審查長者的經濟情況 這樣審查就不如不要派 你認為這麼麻煩 不如你不要派好 每次聽到這些新移民在這裡滲 其實往往在網上的反應都非常之激烈 為什麼呢 因為這班人長期都在這裡派中援 就是說根本上對於香港的稅收就是沒有貢獻 一直享受著那個社會福利 現在呢 額外有一筆東西握進他們的袋 還要在這裡 諸諸諸諸 喂有錢袋就收爹了 對不對 怎麼會還在這裡出聲 還說這麼多說話 這不是香港人欠了你們的 是不是 往往有班人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經常說到自己鄉下的房子有多大 下來香港就要被迫住的劏房 農屋 諸如此類 喂既然間廣道在香港的生活 是這麼艱苦 是這麼惡困 喂不如你扯吧 是不是 整天就標榜著那個所謂家庭團聚 喂實情現在去大灣區團聚也一樣 是不是 喂 特區政府 省政府 都提倡這個 九加二大灣區 你不要只去香港住 可以一樣去紹興 去惠州 是不是 去佛山那裏團聚也行 那為什麼你不去呢 就走來來香港那裏 捱生捱死 還要這個80歲的來港四年 即是76歲才來香港 到底你特區政府怎樣來審批這些人 是不是家庭團聚就大了 他下來原來就沒有任何競爭能力 幾十歲人還要靠老婆 去做清潔工支撐 你說他下來做什麼呢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考慮 究竟這班人下來 來啊 他能不能夠支撐得起這個生活呢 當然特區政府就可以說 那個移民審批權在大陸政府那裏 不在特區政府那裏 但是隔離埠澳門政府 人家的法院都說了 說是有權拒絕某一些單程證人士申請居澳 就算你說香港的情況不同也好 那麼你這麼多屆的特區政府有沒有一個行政長官夠膽向大陸提出 喂 每一天百五人是有些問題 要需要縮減或者需要調整這個名額 有沒有一個行政長官提出過呢 但是沒有 對嗎 你連提出這個問題也沒有這樣的膽量 那麼你怎麼去談呢 所以現在就繼續每天百五人 好了 至於那個什麽竹小姐呢 喂 她說的東西又是離譜的 她說特區政府對於新移民的支援來得太遲 申請手續又複雜 申請手續複雜就不要申請了 這個不用說了 喂 你說 特區政府對你的支援來得太遲 怎麼會太遲呢 你本身都是靠中緩生活的嘛 喂你不需要做 每個月頭打保就已經有錢落你的袋 喂 那你又不會面臨一個失業的情況 除非說特區政府乾堂而已 喂她這麼多錢有排都沒到過一天了 是不是呀 那怎麼會說人家對你的支援來得太遲呢 支援你的什麼呢 請問你本身都沒有做事的嘛 是不是呢 你天天可以在家睡覺的嘛 那你怎麼會對你的支援太遲呢 喂這一筆東西 不是你們這幫人有英訓得到的 是不是才是額外的 就算香港人有這筆東西都是額外的 不是英訓的 不是隔離扶政府 每年都有個現金分享計劃 現在特區政府派過一筆東西 黃欣浩蕩 然後又說下一局不派了 對於這幫新移民 就好像很闊老那樣 你對於本地人就很孤寒嘛 是不是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之光 之前就已經說明了 人家問他 第三期保就業措施 羅之光就說暫時沒有計劃 他說如果長期所有行業都透過政府崩水 特區政府的儲備就會乾堂 因為每一期的保就業措施 都要花400多億 這個保就業計劃如果多6個月的話 就要多花800多億 他說當然不希望需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一切都言之上早 希望大家不要有這樣的預期 始終大家要想辦法 想什麼辦法 剛剛才 現在環球都是差的 外國政府都頂了那麼久 很多外國政府都代了那些企業出糧 直接支援那些員工 加上你這個保就業計劃都已經是很間接的了 首先你要支援老闆 老闆還要是 再支援員工 他好就說出給員工 他是壞的那怎麼辦 你特區政府究竟那個監察是監察成怎樣 你又要交代 你不可以大安止意 對不對 好了這樣也算了 你現在第三期又說 暫時沒有計劃這樣做 你說是不是對於那個失業率是有壓力 好了在上個星期這個陳茂波又暗示說不會再有新一輪的派錢 那你又派給那些新移民是不是 你特區政府做事那些優先次序都離開了 你說到明又說這個的中央支援你做全民檢測 原來自己又要埋單五億幾千萬 好了之前這個海洋公園說要申請一百億 最後你立法會又撥了五十四億給他 這些錢你說是不是花得很冤枉啊 既然你花那麼多冤枉錢 不如把那些錢派回給市民 還富於民好過了是不是 你又不是你派給那些新移民 最慘的就是你派給他他都不會感恩戴德 他還要踩你派得差 他還要踩你派得遲 你派給他做什麼才行 是不是 你特區政府那幫高官 究竟是不是屁股坐著腦袋想法 好了接著就再講一下 信報余錦然的專欄 他們又報導說中聯版力谷國慶 建制派就擔心雷街坊 中聯版究竟是想怎樣 根據信報的報導所說 近日向不同黨派的愛國愛港人士下令 要求他們在各區舉辦千人賀國慶的活動 據說不少人收到這個命令之後就敢怒不敢言 認為在目前這個抗疫關鍵時刻做這些事就很不智 實請我說 這幫建制派就不能夠什麼敢怒不敢言 你敢什麼怒不敢言 誰捧你上位 你猜這幫人真的是自己憑實力上位 不配票給你 有得做議員嗎 古語有雲 食君之綠 擔君之憂 又有一句言語叫做什麼 食得鹹魚就抵得渴 你這幫人在中聯版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是不是 那麼多機格做什麼 然後 這幫建制派就說 擔心那麼多人聚集 恐怕難以遵守1.5米的社交距離 你說出來這些都白癡 真的 又說隨時會觸犯這個限聚令 到時 如果愛國愛港陣營收到警方的告票 就固然十分尷尬 但是警察側側駁 看不到又於理不合 你用不著擔心這些東西多餘了 你夠膽搞就行 千人賀國興 難道警察會掃場 說出來不合理 這些真的不合理 這些原因 你不想搞 這幫傢伙借頭借路 扔懶了 這些傢伙借住這個疫情 另外 有建制中人 向中聯辦提出一個反建議 就說每人自行拍攝祝賀祖國的說話 然後就擺上社交平台 這樣的做法就可以令到短片產生人鏈的效果 方便愛國人士分享和傳閱 但是這個拍片方案就不獲認同 因為西環就想營造多區街頭巷尾都有人烈烈和國慶的觀感 希望那些地區人士現真身 實情提出這個反建議都是多麼餘的 對嗎 人家叫你千人賀國慶 你就當然要有真身現身 你搞什麼虛耳賀國慶 這樣肯定放上網的時候 很多黃絲跑去給你生氣 你搞出來就只會搞到一塌糊塗 只會被人恥笑 所以 提出這些反建議的人 簡直是愚蠢也不堪 這班人都是乖乖的 聽回西環的說話吧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